讓我們掌聲歡迎我們的潘涼華潘議長 各位同心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不好意思 掌感冒 今天說掃聲 我就是水邊的歡 我先伴 好嗎 這個聲音是流行 以前我們冰濃冠冠冠冠冠 手、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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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你們大家喝來呢 四十分鐘 雖然這三個年來 從第一季到現在 我大概差不多每季都有夠 那麼這次是第一次 師生 不是 不是十五位師生 法院如果說不好才會 逢五位 有人說我 什麼陰道 發言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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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道發言 比較對 那麼 很高興看到很多 老同心出現 很感恩你們 對民進府的頭三天 那麼 現在 兩千 空佩年 一段 麥英九酒酒飲料 我們的生活 一天一天越困難 我們的心情一天一天越困難 這如果有原因 我就說一個故事 那麼 現在 在美國 有在開一個 國際外科醫師的 醫學 研討的 現在 那時候有一個下午茶時間 三個醫生就開工 一個日本的醫生 一個是 美國醫生 一個是我們台灣去的 那日本醫生就差不多 我們十年前 我們的鮮肥手術就很厲害 我們有一個 五歲的小孩 我們因為騎鵝 那個火車到過了 手都到處處處 我們把手術接著回去 十年後 他參加世界鋼琴比賽 就第一名 這樣 現在就跟美國說 那有什麼 我們十年前 也有一個年輕人的巧合 腳長的要截肢 我們用頭而已 把腳抖起來 人家奧運比賽中冠軍 現在這兩個醫生 就在等台灣看 怎麼肥 台灣在笑笑 人家我們二十年前 也有一個四十歲的 算半中年的 車子頭上撞破 人家都撞出來 我們兩個弟子 把椅子進去 現在在台灣 在做總統 這就是我們疼苦的原因 喝 這真的煮腦袋 所以讓我們大家很痛苦 很痛苦的 現在只要一九四九年 就因爭 要兩百萬隻的豬 來給我們養 我們每年都六歲金 六六十八年 這豬都不會在台上 好 你們又要養豬嗎 沒有 我也沒有 過去我們都做養殖戶 養主婦 好 我們 如果沒有在台上 就要大家比較方便 叫一些人來 來這裡受恩 大家在說 我們嚇到機 我們進入主題 我們來這裡就是要做官 做公務人員 我們做公務人員 要有一個心態 第一就是說 我們在用公報的新聞 來服務我們的八成 這個八成就是我們本土的台灣人 要合不來來 道理我們這些八成的所 他開的工廠 情商 還是在做生意 我們要盡量配合 來服務 我們是以服務的心態 我們不是像中國人來做官僚心態 聽聽打打 用很多 行政促進 來擔心 這個不行 那個不行 你就要怎麼 其實總共一句 他就是要拿紅包 對方就是 我們以前日本時代管 我們台灣人不知道什麼 叫做紅包 是他來 在演講說 我們來這裡 我們沒有要收紅包 結果 六塊都做幾個塊 都很大塊 前面四個塊 後面兩個 車邊還有兩個 都還可以做繩縮的 他們都做繩縮的 所以要抵得很多 比較特別 大家聽不懂 什麼做紅包 到最後 他們 在送東西 要清什麼東西 以前的說 就是那些東西 裡面要洗紅包 才會過關就對了 不是一關而已 尾巴巴要回到上面 很多關 所以我們不要用那種官僚心態 我們是要來 保護我們自己 我們本土 跟我們港國的 我們日本國 大日本國的 這些 臣民 OK 第二 我們的兵器 民主自由法治 人權 公平正義 還有關懷弱勢 勇氣經營台灣的精神 我們今天孫孫 映映晚晚 要帶台灣一個土地來 騎棄 那麼我們要好好 用勇氣經營的精神 來保護這個報道 那麼 盡量 我們來開發一些 比較沒有負責的工業 盡量就做譬如說 發展我們的館工 因為台灣真的太漂亮 這是中國人來 之後 把我們破壞到 滿目倉宜 那麼 因為有些 我們的高山的 同胞 可能北京話才聽得懂 我盡量 冒著舌頭北搖的危險 我來用北京話講 OK 好,我們來檢介一下美國的國會 OK 這是美國國會大廠 一邊就是參議院的醫師廳 另外一邊 就是參 一個參院 一個眾院 這個是他們開會的狀況 OK 那麼 美國的國會 有分為兩院子 就是 聯邦的參議院 還有聯邦的眾議院 那麼 參議院 它是代表每一個州 它每一個州 可以選兩個代表 所以五十個州 一共有 一百位 美國的參議員 那麼他們的任期是六年 每兩年就要改選其中的三分之一 每兩年大概有三十三位要重新選舉 這個有一個好處就是 每兩年就有新的名義進來 那麼 資深的議員 可以教導新任的參議員 可以提起他們 教導他們怎麼來一起立法 這有點像 學長制的意思 好 那麼聯邦的眾議院 它是代表人民 它是每一州 依照人口數 不太一樣 最小的州 像 阿拉斯加 他們只有可以選三個人 那麼最大的州 加州 他們可以選五十幾個參議員 那個眾議員 那麼 這個 眾議員 他是總統繼位的第三順位 那麼第二順位當然就是副總統 那個參議員 第一順位是副總統 那麼眾議員的總數法定有四百三十五個名額 他們的任期只有兩年 每兩年這四百三十五位 眾議員要全部改選 美國的民眾有些就有意見 只有兩年 頭一年進來就要剛才學習 稍微熟悉的時候 然後 又要 只剩下一年 就忙著要進選連任 那怎麼會認真 搞這些立法的事情 那另外一派的說法就是說 你進來 你就從第一天開始 你就好好給我做 好好給我立法 你不要想其他連任的事情 你如果做得好 自然認任你就會 連任 而且你也不用 像我們 在中華民國體制之下的 各種議員在選舉 立法委員 他們都要去 各種分商喜慶都要去 這是不是很浪費我們的 議員或立法委員的這些人才 那浪費時間在那些 做人情的事情上面 沒有好好在認真立法 所以美國人他們沒有再跑分商喜慶 你一選上 眾議員 兩年你就把握這兩年的時間 好好的 給我立法 所以他們沒有那些 浪費時間 所以他們是每兩年全部改選 整個民意重新來過 好 那麼美國國會是美國民主的象徵 因為國會的參眾議員的議員 通通是民選出來的 代表民意 所以算是民主的象徵 他的立法行政司法 三權分立分得很清楚 而且國會他是三權之首 國會這些他們立的法是 人民授權給他去立的法 他立的法以後 行政單位要一 這個法來行政 好 你如果沒有依法行政 後面有一個司法機構 你如果違法 那司法機構就可以去 判刑 起訴 好 那麼美國國會的眾議院 有20個永久性的長者委員會 他本身就具有立法的許可權 他們通過的法案 也可以送到全院通過以後 就是變成法律 我們來看這20個委員會是誰 裡面的行政委員會 還有國際關係委員會 司法委員會 資源規則科學 小企業委員會 還有官方行動準則委員會 這個你看 他們都有官方版本的SOP 標準作業程序 所以 你沒有什麼好可以 另外專什麼法律漏洞 他都有一個官方的行動準則 你按照這個做 你就比較不會犯 犯錯犯法 然後去被起訴 第18個有運輸還有基礎設置委員會 退伍金融委員會 籌款委員會 這些一共有20個永久性的長設委員會 國會的權利有立法 主要就是立法權 這個立法權內含有類舉權 暗示權 固有權 保留權 共同權 禁止權 那麼美國國會所通過的法律 基本上是只是大原則性的 其他的細則 由行政機關來擬定 這個計畫 施行的細則 這個列舉權 他是美國的憲法裡面 有條列出來 列舉哪一些是屬於國會的權利 那麼還有一些是暗示權 固有權 像保留權 這個就是說 他很多權利是保留在國會手上 他沒有下放給聯邦的政府 或者各州 那麼共同權就表示說 國會也有聯邦也有的權利 或者是各州 都有這種權利 好比像銀行的破產法這方面 他們都有規定一些規則 共同的權利 有禁止權 就是禁止聯邦政府做什麼事情 或者是各州政府你禁止去做什麼事情 好比說你各州不可以有自己州的軍隊 這就是禁止權 好那列舉權是比較重要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列舉權是依據聯邦憲法的第一條的第八款 這裡面有很多 我只是把那幾個比較重要的提出來而已 好國會有權規定 並徵收稅金關稅及其他稅賦 以償戶國債 並為合眾國的共同防疫及全民福利 這個共同防疫就是國防 好 鑄造貨幣以及調節其價值 並制定獨量行的標準 設立郵政局及建造議戰 因為這個美國憲法 已經有兩百多年了 早期都還是 都是他用馬車 所以要有一馬戰 為促進科學和實用技術的進步 對作家與發明家的著作與發明 給予一定期限的專利保障 你看那麼早以前 美國的先賢 就有那種頭腦 來做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那時候他們就有專利的制度 這也是為什麼美國會怎麼強盛的原因之一 他們鼓勵 所有的百姓 你有好的頭腦 好的創意 好的發明 你盡量做出來 國家給你專利保障 讓你可以賺到錢 你可以好好再繼續發明新的東西 創或者是寫更新的論文 這些著作 OK 募集和維持陸軍 配備及保持海軍 制定有關管理和控制陸海軍隊的條例 你看 軍隊是 美國國會要去募集還有維持 還有給他配備 要給他設備 要好的武器 OK 所以 美國國會要撥款 給軍隊的 制定召集民憑條例 以執行聯邦的法律 來鎮壓叛亂還有擊退群類 OK 好 國會的權利 立法權 他的有 他的立法程序是由參眾兩院的議員來提出法案 好 當然 宋交所屬醫院工作人員列案編號 還有把標題加上去 這等於是一讀 好 第三個 宋交相應適當的委員會 就好比我剛剛講的那些委員會 20個長者委員會 當然還有其他的非常之委員會 一共有一百多個 他們委員會裡面有小組 先由小組來舉辦公聽會 在公聽會裡面討論完以後 再來決定要廢案 或者要成案 如果成案就要經過審議的程序 好 如果多數的委員會 贊成 則送交全院會議 OK 再來 再由工作人員 逐據朗讀法案 這等於是二讀通過的會議 OK 再來 全院審議 直朗讀標題 並投票表決 這是三讀 就是如果通過就三讀通過了 好 如果通過 好比說我們從眾議院 全院通過這條法案 要再送另外一個議員 就是參議院 如果參議院表決通過 好OK 然後就把兩院審議通過的法案 送交總統 請總統簽署生效 好 如果總統簽署了 就成為法律 法律就生效了 如果總統啟用否決權 就要把這個議案重新送回 看哪一個議案提出來的 要把它送回去重審 但是總統一定要把你否決的事項 事由 要講出來 要註明 然後送回去 該議院 他就針對這些 看要廢除還是增加什麼 如果經過 如果參議院或者眾議院 同意票超過三分之二以上 則這個法案再度通過 就等於推翻總統的否決權 這個法案就成立成為法律 你看他們有互相制衡 你國會通過的 送來我 新政 的這個首長這裡 我總統 如果有發現有不合 這個 對國家有可能有損害的 損害美國的利益的 我可以把你 否決掉 叫你哪一個部分應該要重改 重新改正 好 美國國會非律法治權 分為有六類 第一個就是選舉權 行政權 管理監督權 制定權 還有調查權 司法權 我們來看一下 所謂的選舉權就是在 總統大選中 如果沒有人獲得過半數的選舉人票 就由聯邦的眾議院來選舉總統 這個時候就每週的代表只能有一票 那麼由參議院來選出副總統 這個所謂的選舉人票 每週也是差不多根據眾議院的選舉的區域的人 那麼 當然還要加上參議院 所以美國現在的那個選舉人票 大概538票 就是參議院加上眾議院 那麼這538票是偶數 所以很有可能就是說 兩個票數一樣都沒有過半 我那個時候就要動用 參眾議院 他們個別來選出總統或者副總統 不過到目前為止 兩個票數一樣的還沒有發生過 OK 另外一個行政權 美國總統委派的高級關聯 好比說現在這個聯邦準備理事會的主席 現在換一個叫做女生葉倫 必須由美國國會認可 就是要投票通過 行政機關 如果行政機關以他國簽訂條約 也需要美國國會來批准 這也是一個制衡的力量 好 如果你跟其他國家提供的這些國際條約 美國國會避准過後 這個效率是等同憲法 好 管理監督的權利 美國國會有權增加或減少或者合併 或者創新一個新的行政機構 並增減預算 行政機關需定期向國會報告並接受執行 這就是執行權 談合權還有律法否決權 OK 那麼你看最近大概十年前 最新成立的叫做美國國土安全部 這個就是因應世界開打恐怖組織的關係 所新成立的一個部 叫做美國國土安全部 制定權 美國國會有權制定與修改宣法 可是這兩百多年來 只有修憲 有27項修憲條文通過 就是27個修正案有通過 大概平均大概八九年才會有一個修憲案通過 這個修憲的程序必須在參議院中 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歧視贊成並提案 或者全國三分之二以上的贊成 就可以召開修憲會議 然後通過 通過後 還有經過四分之三的 美國的各五十週 四分之三通過批准修憲案 就可以成立 還有國會 還有一個調查權 國會為了立法 以及監督政府的運作 就是你立的法以後 還要監督這個行政單位 有沒有按照你立的法的精神來運作 所以他們組成了一個專門機構來調查 政府行為的這個權利 你這個政府的行為如果偏差 他就來糾舉 來調查 比較有名的調查委員會有 越戰調查委員會 尼克森水門案 還有伊朗軍售案 挑戰者太空洲爆炸案 還有柯林頓的醜聞案 越戰調查委員會就是說 為什麼美國派了那麼大批的美軍 還有最先進的武器設備 為什麼會打輸北約 那麼伊朗尊軍售案也是 還有這個都比較有名的 等一下問一下 那個太空洲爆炸是發生什麼原因 是羅斯松來怎麼樣 這個就是他們在調查 因為美國那個NASA 花了美國國會很多錢 還有另外第六個是司法權 美國的國會有談了權 它裡面就含有司法的性質 因為總統任命之聯邦的大法官 也需要參議院同意 投票通過才可以 那麼美國建國才238年 為什麼就能成為全世界最強盛的國家 這裡面有我們很多可以來思考學習的 美國人誠實踏實做事 一步一腳印 這是美國人 還有美國他做的東西 都蠻實在 好比一些工作母機 一些設備 一些工具 都非常耐用 因為他們是用的是真材實料 不是 像中國那邊做了一些破洞爛爹 我大概十幾年前 那時候 買了一隻拳子 我本身會修一些無限點的器具 還有剪一套電線 我用那個拳子 一剪 我想說電線斷了 結果一看是拳機斷掉 你看從 一看才看 Oh made it in China 中國製的 就是這麼 不可信賴 這個我從來 沒有想過 我一點點是拳子 拳子會斷 那個拳子會斷掉 從來沒有想過 這只有中國人做的東西 才會這樣子 還有 我買美國的音響 搬起來都非常重 我真的是很有料 這就不會像中國人 很會吹牛 說一本機 做不到一段時間 好 那麼美國人 大部分信奉基督教 遵守他的教義 我們來看他教義是什麼 基本上他是信實 公益 博愛 盼望 信實就是我剛剛講的 美國做的東西很有信用 品質優良 不會偷工減量 有信用 而且實在 好 公益 就是美國人 他們 基督教的教義 讓他們本身比較有正義感 所以 全世界如果發生人權問題 或發生災難 美國人就急功浩義 要出面去幫忙 好 比如有 這些地方人權受到傷害 美國就會出來指責 甚至也會出兵 OK 這也為什麼美國會變成世界警察 被人家這樣稱呼 好 博愛 另外 如果你看 所有的非政府指支 這些NGO組織 包括聯合國的一些 非政府指支的那個機構 很多的金錢都是美國捐的 還有 只要全世界哪個地方 發生飢荒 或者是天災 美國的救難單位 就都會 配合一些美國的捐款 就送到災區去 還有 叛亡 美國 美國基本上 是 自由民族 還有 他們的民族就是很活潑 很開朗 你很少看到美國 像中國這樣 愁眠苦臉的 都比較笑 因為他們對他們國家有信心 他們對將來有希望 因為他們活在一個自由平等 有人權的社會 只要你肯努力 一步一腳印 你一定會 在美國得到相應的寶藏 OK 好 這個美國人也常 崇尚自由平等 民主法治人權 這個剛剛講過 最重要的是 美國有一部 簡民二要的憲法 他們的憲法只有十條 不像中華民國憲法 一瓶這麼大瓶 整條到一大堆 結果 所以他們 中國人訂的法僚就是 立法從延 執法從寬 這就是很大的空間 好比說 交通法規 把你帶下來 我以前我以前 我知道我以前沒有帶下來 那時候才 港退伍 本來在台北市睡不著 騎機器 騎機器 可以吃豆奶 練習中山的 警察 警察 美國 他沒有開電話 開我來 帶我 帶我 帶我頭前 就說要帶我開床 我帶就有 真的說 帶我家的價值執照 那時候 我帶我 鹽兩百塊 以前一百塊是綠色的 鹽兩百塊 那兩個 就說 那時候 兩點五 大門兩點五 我說你們兩個辛苦啦 這麼冷 還出來順序 這 讓你們兩個 吃點心 欸 真的順床 掉下去 就叫我走 這就要 中國人加牌 連我自己也 判十萬 因為我們知道他們 中國人會這樣 中國人加下去 就 都要吃錢 當然 我們是用 小條錢 開 不要開大條 不然 那時候 我會去那時候 上班 一塊到九百塊而已 有一部檢民的 惡藥的憲法 來 他 基本上只是用 一個基本的精神 就能在那十條裡面 寫得很好 當然 因為 會與拒絕的關係 每一段時間 他們會修改憲法 所以 有 二十七條的 憲法的修正案 還有 美國他是真正的 行政立法 司法 三權分離 我們來看一下 那些 永不其立 鼓掌的人 值得台灣人來學習 你看 這是在美國的 國會裡面 美國總統 歐巴馬在演講 旁邊這些人都站起來 起立鼓掌 只有這兩群人 他們都不站起來 我們來看這些 是何方神聖 他們是美國參謀聯席會議的成員 軍人不肯掌 不鼓掌 除了有關軍隊的事務 你看這些人 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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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來 另外 另外這群人 他們就是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大法官是不會就演說的任何內容 來鼓掌的 因為他們代表國家權力的另外一端 司法公正 OK 所以他不會對行政部門 他們的演講 講得多好 我就起來鼓掌 不會 他們要心平氣兒的 來看待這件事情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 美國他們立法的精神 互相制衡 互相監督 用各種好的政策 來吸引及培育來自全世界各地的人才 美國會強制的原因 就是也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 然後他等於是後來變成整個盟軍的 一個頭頭 那麼 德國被打敗以後 美國從德國接收了很多德國的這些高科技的科學獎 他們來到美國幫忙美國來發明一些新的設備 或者新的武器 所以 美國就從那個時候開始等於說站穩了世界的盟主的地位 到現在連蘇聯都被他搞掛台了 所以他現在變成超級強國 要超越他的非常困難 你說中國現在開始有賺錢 那是還要很久很久 50年以後 看有沒有辦法跟美國平起平重 所以我們要趁這個總國還沒有真的強大起來之前 我們要趕快努力 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那麼很多全世界的人才都希望到美國去深造 為什麼 因為他們那邊自由學習的環境 你愛學哪個方向你就往你喜歡的方向去學 而且他們有很好的實驗室很好的設備 可以提供你來驗證你本身的論述 你的一些科學的論證 需要一些高科技的設備 美國都可以提供給你 所以為什麼很多全世界的大學畢業頂尖的人物 去到美國以後 學成他們不想歸過 回到他的國家沒有那些設備沒有那個環境 他做不出他心中想要發明的或者創造的東西 所以通通全世界好的人才都跑到美國來了 這也是讓美國會強盛的原因之一 美國為什麼會發明那麼多高科技的武器 我們現在看到報章雜誌上有公佈的東西 是美國差不多已經認為說 即使這些東西讓你偷走學會 你可能也沒有那些材料做得出來 因為有很多不是那麼容易的 一些基礎的材料科學 你說像蘇聯 他做的戰鬥機都非常重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高科技的一些基礎材料可以做 像美國那樣飛機又輕 所以可以飛得很快 還有啟發引導式的自由交易環境 講到這個 也是我們台灣人的痛 我們的官網大概一個月前有公佈 有發布一篇德國的交易 讓孩子輸在起跑點 有看過這個文章的請舉手看一下 大概有三分之一 不錯 其他的三分之二沒有看的一定要進去看 可以讓我們有很大的啟發 為什麼 那個德國的憲法 他規定 小孩子不可以去補習 你看他們用憲法的規格 用國家的法律來制定限制 就是德國的小孩子不可以去補習 就是不可以押苗助長 那我們說過中國系統的教育的就是說 想辦法小孩子會講話以後 就開始趕快舔牙 一直把這東西吃 從小就什麼雙語教育 山語教育 在台灣都要山語 在家說台語去學校說北京去 要再補習就可以去 可能 小孩子 從小就都在補習班上 就不好 享受到同趣同年 很可能 像我們還好 希望那時候 哪有可能去補習 但是 來到柯祖中 到六年就要補習班 那時候 老師都會賣參考書賺錢 所以都要叫我們買 現在買 結果 教育部 向北邊說 你 都在賺錢不可以 補一班 結果都學就來查 其實都學都跟老師討好 都學哪來都通報 小學生就來通報 包括老師讀學 來了 我們大家就參考書 這時候 我們小孩子就跟我們教說 有兩條標準 要這樣騙 在 上面說 我們 老師跟孩子做的在騙賭茶 其實賭茶也知道 他說 這就是你們的生財趨勢 而且為什麼 老師要叫孩子去補習 其實他就跟補習班 都好 還是要去引導 老師引導補習 你們如果沒有來補習 vote 美 Parte 都降九十分 要說十個 保釋 說十個 說小 沒有保釋 的話 就舉下去 你都不會來補習 imer 台灣人 比較沒錢就可憐 另外 現在要注重並保護智慧財產權 這跟中國現在都山菜 什麼都是假的 食品也是假的 手機也都是仿造的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聯 我就講到這裡 感謝各位 謝謝各位喝奶 謝謝 再次熱烈的掌聲謝謝我們的潘老師 我們走樓梯就去吃飯 1點20分上課 請各位 東西